現在就有請Julie說說她買新車的趣事 請你說吧 你買一輛Subaro是誰的款式 真是趣事 我不是告訴你我部Outback已經駕駛了20年 我們就以為你的車就用到它盡 然後再出一部新車 我們這幾年都在等 等著新款 希望有一部最滿意的車出來 等了幾年了 終於去年 今年年初我們就去訂 由4月一直推到7月 現在就說要明年 基本上就無望 出新車無望 但是因為我們那部車我們現在駕得好 但是因為小女兒去年就買了一層樓 她就把她買車的錢都丟在樓上 變了她那部車已經十幾年了 她就說有朋友要就賣了給她 那時候我們就想著我們就換車 好了 我們就給了我的車 她就很開心 她說也好 因為那部Outback 她現在很喜歡去露營 但是Outback去露營就很方便 那她沒有辦法 因為她答應了給朋友 就賣了一輛車給朋友 然後我就唯有沒有辦法 就申請了我女兒 就給了那部車去用 那我就變成沒有車 因為我的新車就等不到 終於呢 我不等了 現在我們放棄 那為什麼呢 我們想著呢 我們新的4月想著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曾經計劃 是環島澳洲走一圈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理想 但是現在老實說 這兩年我們預計 都不可能駕駛一輛車 這次想上去高地都去不了 那我想著未來那兩年 你整部4Wheel在那裡 都是駕駛著一部鐵去買菜 都是無謂的 不如呢 你知不知道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就走去 就是我們cancel了那個order了 然後呢 我們上個星期就走了去 出了一部Pier的一部 最小的車子 Pier的車子 一萬九千元那部 我忘記了它的名字 新到現在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你問我吧 我知道 韓國車 Pier Piccanto 其實很可愛的 叫做Piccanto 那我覺得 好啊 因為我們買菜 現在我們基本上去哪裏 不是去買菜 那些都是先用一部車 那未來兩年之後 我們才再看環境 因為可能好像說 現在經常都在說電車 那可能我們都要 就是要面對現實 究竟將來呢 這個環境會怎樣 我們要買出一部什麼車 那過兩年 想著還可以周圍去的時候 然後才算了 那現在我們就這樣 本來有一部 打算是dream car 現在竟然出一部 出一部車仔 用來幫忙 Julie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訂也訂不到的 什麼原因 是沒有貨 我們有 我們有些需要 就是我們顏色那些 就是我們不是在car yard dream那一部買那一部 就是我們要裡面的顏色 要配合 我們就是要做公園的人 所以才幾年換車 都換成要換不到 是 還有你們倆 只有一部車的 現在是一部 所以現在我們買了一部車仔之後 我們打算過兩年 就是看電話 再出一部forview 那部車仔 或者可能一直保持著 用來買送用 那都很好 因為很可愛的 其實我覺得挺好 是很有趣的 是 有節優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改變了我們的策略 以後換車 駕駛幾年就好換 就不要等20年 我沒有這麼多20年去等待 你炸新車 不如你一個多年 那個策略就換車 其實這樣會發算 還有你經常炸到一些好一些 就是科技變化這麼大 這麼多avancement 那為什麼這麼傻呢 等20年才去換車 所以這個都改變了 我老公就剛剛和你的想法一樣 就是說 哇 即是 沒有東西玩 經常都在澳洲 沒有得出街 因為他經常都要去旅行 並且要去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國 那這兩年鎖下 他真是辛苦到吐 他就剛剛反過來 他就買了一架 不如我們買第二次的 因為第一 我們沒有錢 那也是買了一架Subaru的 Outback 那他就拿著它周圍去 還有他就拿著它上雪山 他已經去了一次去年滑雪 就是因為是這些車 這樣才可以上到雪山 那不就不會那麼好 滑的 又要上雪鏈 那他就覺得非常滿意 那他7月現在他也預約了雪山 那所以他就和Julie不同 Julie就說我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但是我老公就剛剛反過來 因為被迫在留在澳洲 所以就買了一架自己比較合意的車 然後就可以到處去 甚至去攀山攝水 所以我們又是買了一部4WD 他覺得都挺滿意 去雪山去得非常好 這個就是我們買車的情形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那個 似乎我們三個都是Subaru Juli也是Subaru Sewa也是Subaru 我也是Oddick 他很滿意 我那一輛也是Subaru 我的Subaru就開了12年 就很少的 因為先頭我有一部Camry 那一輛做主力的 12年的車都是開了10萬K左右而已 先頭有朋友又換車 他用開那一部 又是想不要 我又幫他要賣 那一部車就是幾年而已 走了幾萬K 我用來做後備 因為那一輛Camry已經打了柴 已經湯了 那這輛新的那輛都是韓國車 那喜恩迪就不是Kia 你那輛就是Kia 我那輛就是喜恩迪 那我也相當滿意 韓國車的質素都… 韓國車厲害 韓國車實在很重要 追上來 你現在看整個街 你留意一下 你嚇了你一條 我覺得他已經追上來 跟日本車追上來 實在是 我最近經常看韓 我最近說韓國 我也是喜歡日本車的 我另外有兩部車 都是這裏叫Torago Toyota的Torago 所以我是兩個人 三輛車兩輛大 一輛不是那麼大 Seguaro那輛是最小的 所以我全部是拿著很大的車出街 這個是我們的喜歡 不要管 我最近看一些韓劇 我不是想說韓劇 而是我發覺韓國人 他那種進取的心 在那些電視劇上 真是表露無遺 我其實最近是看一部 韓國的歷史片 我不喜歡 我最討厭就是看那些宮廷 那些女人鬥爭 為了爭取一個男人的歡心 而出盡一切的法寶 真是令人作嘔 這些情操 但是我最近看這部韓劇 就是一個女子 300年前的一個韓國的公主 但是她是把這個民主 人民要選擇 那些放下 放在一個古代的歷史劇中 令我覺得非常欣賞 還有我看過幾部韓國的電影 有一部叫《與城同行》 我記得大班說過 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但我非常喜歡 因為她有一些犯罪的人 被天神貶到凡奸 但是那些犯罪的人 不斷跟天神來決定 有些人說 為何我要罰 為何你要這樣罰我 你罰錯我 於是這個天神又多好 對 我又好像錯 於是又改變自己 你會發覺 韓國人自從民主化之後 很多電影裡 那種追求自由 個性和解放那些 全部都是表露出來 我覺得很驚奇 還有那些汽車 我們30年前來 我沒有覺得我的朋友 是駕韓國車 但是這幾年 真的挺厲害 很多都開始不駕日本車 駕韓國車 是啊 她真的追得很厲害 你看到她那些科技 還有她保養期很長 7年 是呀 有些還缺乏的公路 哇 你這樣保養都可以 真是很抵 駕駛 很抵 但是兩位 你們說 駕駛20年才要換車 我想如果你真的 現在20年後換車 你會買不到電油車 就全部都要買電車 就是要充電的那些車 我知道 Juli 你們在Malburn 有一條新法例 是不是 要懲罰多少駕駛電車的人 為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什麼消息 你預備了一條這樣的新聞 是不是 其實政府就應該說 鼓勵那些人 多駕駛電車 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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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user tax 還要加user tax 有沒有搞錯 電動車沒有subsidy 還要加user tax 還要加user tax 他說這個 因為他為了 因為他用了 汽油量用得少 就是他用電 這個汽油量 原來就是 是叫做道路使用者的費用 就是說如果你用汽油 那你原來汽油裡面 會抽一個 就是一個percentage 就是叫做 補貼給道路 就是道路或者維修之類 那些這樣 變成如果你駕駛電車的人 你就一樣用道路 但是你們就沒有去補貼 所謂 所以變成他就要加一個叫user tax 那你就是去當是一種的 就是 就是 不想有個 gap 因為你駕駛汽油的 汽油車的人 你就要補貼 到道路費用上 但是你駕駛電車的人 就不需要 所以變成他們就要加一個 這樣的 tax 但是同樣 是補貼的 是非對於是 那其實 你說 我回應一下 這個呢 據我看到的資料 它是全球第一個 這樣的 tax 這個 tax 就是維修 就是 它叫做 electric vehicles 的 tax 其實都幾難 是因為你每一公里 是要付兩千半的 那就是說一般來說 如果你一年 你駕駛車 你駕駛車 駕駛的比較 就是那個 你數比較少 一般來說大概是一萬五千左右 或者一萬至一萬五千左右 如果你是駕駛一萬五千一年的話 你其實那裡已經給了三百七十五元的稅 因為你有先半一個Kilo 那個問題呢 就是這個法律已經是通過了 即是世在必行 那還有呢 老土在 這個Victoria 真是老土到爆了 就是 如果你是拿著一些 是零排放 或者低排放的車的話 你就在coming的7月1日到7月14日之前 要交一份聲明 計算你的行車理數 你不可以就這麼自己 只說話的 你要說的 你根據你過往 譬如說我2019至2020年一年之內 或者我駕駛了十年了 電動車沒有理由十年的 即是我駕駛了五年了 六萬公里 那你平均每年一二公里 那你就要告訴這個 就是有關當局 然後呢 只是看的 要交張照片 拿一個照片 即是將你的行車理數 拍一張 沒錯 拍一張照片 然後給有關方面 那於是呢 那個當然是喵喵喵 尤其是Greens 更加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將會是一個全球的笑柄 那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覺得笑柄 但我只是覺得 這個都相當逆時代而行的 那我就是一個很反抖的人 那我又覺得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你的人民是怎樣對待你 其實澳洲那些電動車是 賣太普遍的 在去年 整個澳洲 只是賣出了六千九百部 七千部都不夠 那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影響就不會很大 但是事實上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創舉 那Julie你是Victoria的人 你雖然沒有電動車 但是你身邊那些朋友 又沒有什麼反應 不過好像你還債 真的很少有人有電動車 很少 所以變了 我都認識那些人都沒有 那因為這裡也不鼓勵 那你還有一件事不只不鼓勵 而是你沒有地方去入電 你除了在家裡之外 就是你外面的家電站那麼少 就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為 成行成市 所以這件事都被政府 要做很多事情 還有它虛不虛在 那些hybrid 就是雙用的 就是又用電油 又用電動那些 都要兩個先 那就是說 你電油你又收了電油稅 是不是 因為你要入電油 電油你又收了稅 但是這個電動車 你又要給兩個先 那兩個機構 很慘 你說是不是 真的是 陰陽的人 不是 我覺得你們應該反對 那你想應該多 那你又不是多這些人 又是用 我老實說 我現在都是電油車 我沒有所謂 是不是 但是很搞笑 不過 不過這把這個 這個 挺有趣 這個世界潮流 都是環保 地球暖化 都是需要減少電油的消耗 電動車 長遠來說 應該是一個主流 英國 澳洲 都有人提議 在十多年之後 是要禁止新車落地 不准賣新的電油車 不准賣新的電油車 舊的字口 你駕駕駕駕駛 為止 新的車 十年八年 十多年之後 主要都是用電車 不過 講到尾 錢作怪 政府維持這麼多公路 維修 也是需要錢 現在的錢 很多時候 就是用電油車 買油的時候 的油稅 在那裡來收錢 如果是個案 開始轉用電油 轉用電車的話 政府這方面的收入 又是沒有了一筆 沒有了一筆 又要賺錢 唯有就向這些 響應潮流的電動車的車主 那裡徵收 不止純電動車要加錢 又要 hybrid的混能車 那樣要加 那 你想一下 現在很多人 就考慮買電車 就是價錢的問題 大家知不知道電車現在多少錢呢 就是電動車的 但是阿哥當然是美國的Tesla Tesla Tesla 專門出一些高級的電動車 都要六、七萬 是啊 你看車裡面的設備 很豪華的 又皮椅 又整個那個屏幕 十吋的 整個iPad那麼大的 大家知道好東西 那車又快 快到好像一輛跑車那麼快 有舒服 有靜 那就抵它貴的 但是呢 現在我就在Clinxland 看到 連Tesla都很多 都幾多人駕 那另外呢 當然 有些亞洲的國家 例如日本 韓國 都加入戰團 開始引入這個電車 那些人就計算了 我用電車的話 就是charge那輛車 就要收電費 電費是多少錢 如果我用電油的 電油有多少錢 那到底哪個好處呢 那又有條數可以計算 看你駕多還是駕少 如果是買便宜的車 就是不如 是啊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剛才這樣說 一輛不是最上級模特兒的電車 電動車 舉例 好像我們Toyota Camry那一輛很中價的車 那一輛中價的電車 那一輛中價的電車在澳洲 真的出車價是多少 如果你買Tesla的話呢 那輛車都很大價 就像Camry那樣大價 就像Julie所說 都要差不多近10萬了 近10萬了 不過可以買便宜的 那我就和大家說一說 有什麼便宜的電車可以考慮了 低摸到 低摸到 那麼 韓國仔 Hianna Hianna 有隻叫Krona 電車 就67,000元 有隻叫Ionic 就53,000元 那你買了這輛車之後 若果你家裡是用太陽能發電的話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自己發電自己拿電 那你就在燃料方面 就開始節省了 比如你一個月用油用二、三百元 那一年節省二、三千元 是不是 節省二、三千元 那太陽能發電 或者電 不知道怎樣發電 那裏又要多少錢 另外再給政府徵收那一輛電車的附加養路費 那裏可能就是幾百元 一年 幾百元一年 那裏就不是多了 那是另外一個額順位 都可以計算一下 那我看你們如何 至於說 最便利的 cândges 你開的長途又行 到門後沒有開發電話 可以進行電 那你開長途又沒有進行電 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有一個牌子叫MG 以前MG是英國的名牌 中國買了這個牌子之後 就變成MG的車全部都是大陸製造的 開始都多 因為值得買的 一萬多元有一部電郵車 二萬多元有一部SUV MG出的電車是四萬一千元 四萬一千元 都可以想一想 試車報告來說 這部車都可以想一想 希望電車逐漸通行的話 價錢進一步降低 政府從善如流 在養老費收順一點 世界大勢 保護環境都是大勢所趨 所以希望這樣 我們喜歡駕駛傳統汽車的話 就這幾年盡量玩多些 換多一兩架電郵車 丟到它盡量 過足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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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好的 謝謝 謝謝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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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